辐射外泄超严重 日核灾标志最高7级 日本核灾危机 远超过日本政府的估计 昨天日本辐岛发生规模7.0余震 造成大走山 土石将公路吞没 由于最近多起余震 镇样都在辐岛线外海 距离辐射外泄的 第一核电厂很近 部分辐岛壮士得暂时撤离 昨天早上 4号炉旁建筑物更发生大火 所幸自卫队及时覆灭 全世界最大的水泥灌江车 昨天也开始对4号炉 进行抽取辐射水作业 不过这些抢救核灾的进展 都没能让日本政府松一口气 日本政府估计 和一场辐射外泄强度最高时 达到每小时1万兆倍克 相当于治疗甲状陷来病人的 千万倍放射量 目前虽然已占为 每小时1兆倍克 但1万兆倍克已超越 国际核能事故最高第七级的门槛 因此日本政府昨天将辅导核灾的灾情 上修到最高的第七级 这和1986年 乌克兰爆发的车诺比核灾同等级 都是全球最严重的核灾事故 当年车诺比核灾造成32人3个月内死亡 93,000人罹患癌症 事隔25年 核电厂方圆60公里内还测到辐射 日本官方声称 辅导核厂外泄的辐射量远低于车诺比 但东电人员却担心 实际情况比车诺比糟糕 核灾厂附近的居民相当无奈 担心再也回不去自己的家园 辅导农民更担心 辛苦种植的农产品再也没人买 昨天官房长官带头在东京街头 大口吃草莓 向日本民众保证 检验过的农产品吃了绝对没问题 东新闻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